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講一下馮德萊恩貌似要做些事了 是甚麼事呢? 原來他為了抵抗美國的補貼 原來有個最新的法案,叫做Net-Zero Industry Art 叫做精靈工業法案 或者叫做精靈產業法案,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提出一個草案 以及一個叫做歐洲興氣銀行計劃 為了應對美國 他當然不夠冷靜地說美國 亦都要應對中國 但中國的補貼是隱性補貼 所以他見不到的 不過是有 要應對美國的補貼 對於歐洲競爭力 他就很擔心 因為有中美 其實法國和德國很少說中國 你知道馮德萊恩很害怕美國 看到拜登可以說是投鼠忌器 馮德萊恩 當然他也面對歐盟國家的壓力 其實馮德萊恩我一直都覺得他是歐姦 我覺得他才是真真正正的歐姦 歐姦 沒錯 其實他在美國生活這麼多年 究竟你是怎樣的? 當然 大家都是盟友都不要緊 反正最後 歐盟也是要向美國貴的 為什麼呢? 軍事實力不夠強 在我的戰爭之下 你也要向美國貴的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就說 現在 比賽時間開始了 現在是比賽誰能夠在未來主導 碳零排放工業的市場 自從去年8月美國就通過了 削減通脹法案 完成立法 就有大概3700億 用在對於電動車等等的綠色產業 進行補貼和稅務的減免 歐盟 就開始討論自己版本的 產業方案 以免歐洲的巨企 在美國的巨額補貼和稅務減免之下 就是出走 但現在正在出走 其實你也是慢了 當然一出走 就會衝擊歐盟各國家的能源轉型 以及 碳排放的 削減計劃更加麻煩 是會令到歐盟的人士會失業的 因為你 那麼多企業要離開 今年2月份 歐盟委員會 台灣地區又不是叫歐盟委員會 叫歐盟執委會 OK 無論如何都可以 就提出要定立 Net Zero Industry Act 就是 精靈產業法 應該這麼說 正零是指什麼呢 就是指 二氧化碳CO2的排放 正值 最後要變成零 零 剛剛他們就發佈了 87頁的草案 將會 透過簡化投資審查 放寬 政府補貼限制 稅務假面等等措施 就是加速扶植歐盟的企業 可以 在再生能源產業方面 是有所突破的 負責 是你說 可否簡單一點 一句就可以概括了補貼 可以這麼說 但是 他 究竟是落多少力呢 你知道這個阿姐 剛才也沒有說 他有些具體措施 但是八條所謂具體措施 又不是很具體 所以 你要知道拜登那些東西 全部是有數可計 負責氣候政策的歐盟委員會副主席 提孟斯 在記者會上就說 這是一個新的工業革命 說了這麼大 工業革命改變很多東西 歐盟必須取得領先 根據這個草案 2030年 全球碳零排放科技市場 歐盟的年產值估計高達6000億歐元 這是目前的三倍 歐盟委員會就提出八項 叫做絕招 就是 戰略性碳零排放技術 在這個 法案以及配套措施之下 會享有最多的優惠 並且設定 2030年前 歐盟在這些領域的 製造產能 必須要達到歐盟整體能源 裝置年度需求量的40%以上 我們看看 究竟 有什麼八大措施 第一 就是太陽能電池 還有 是太陽能 熱能 Solar thermal 還有 是在 陸地 還有 是離岸 可再生風能發電 還有 是電池等等的能源儲備技術 英國也在用熱泵 熱泵 還有地熱 還有 電解槽和燃料電池 還有 永續 生物氣體 還有 生物甲圓 還有 碳布鑊 還有儲存技術 還有 電網技術 這些很空泛 很空泛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歐盟的媒體就說 核電大閣發覺 想令到新核能科技 都列入這八大絕招當中 但是 還不可以 不讓它列入 當然 剛剛是 有些人氣的一種技術 小型 無組核反應堆 仍然是被認為 是碳零排放技術之一 都可以依照法律 獲得部分 部分行政程序的簡化 不是補貼 其實歐盟向來都標榜自己是自由市場 對於成員國 從政府的庫房 當中找補貼出來 一直他們都很反對 也有著嚴格的規定 但是 已經因為 被美國的削減通脹法案 搞到 他一定要做事 之前亦有疫情 亦有歐屋戰爭 歐屋戰爭令到 因為他們要制裁俄斯 搞到 很多能源很貴 他們又為了擺脫對俄斯能源的依賴 亦只可以補貼 現在 就力拼這個綠色經濟 其實歐盟委員會 之前在9號亦都宣佈了一套叫做暫時性危機 及轉型框架 為碳零排放產業 的法案 的資金鋪平了道路 根據這個框架 當 第三國 是 要出這個補貼政策的時候 可能吸走原本打算在歐盟 投資綠色能源企業的時候 歐盟的 成員國 可以提出相應的 補貼 令到他們的企業 留在歐盟 本地 其實他指第三國應該就是指美國 這個做法 都是受到很多專家的質疑 就擔心 可能造成跨國企業 在不同政府之間 討價還價 就是 大家 跨國企業就是爭取最大的補貼 這是什麼專家 不要跟我說這些跨國企業很有良心 每個人都希望多些補貼 這個是最大的 incentive 就是 是這樣的 阿哥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普世價值 哪補貼多 哪裏稅務假免得多 就去哪裏 你跟我說 這樣不行 討價還價 招商引資本來就是討價還價 跨國生意本來就是討價還價 難道你說 我要100萬歐元 好呀100萬 這樣 這麼熟悉 對 做生意就是討價還價 你跨國企業是不做生意 開線堂呀 傻呀 不知是什麼專家來呀 難怪這麼膠呢 這個歐盟 另外一方面 輕能 輕能 亦都是歐盟 歐盟力推的能源轉型重點項目之一 根據這個歐盟委員會 的報告就看到 目前全球30%的輕能 投資 就來自歐盟 福德內欣 去年9月就提出 叫做 歐洲氫氣銀行 當然 歐盟委員會 亦都會 計劃 提供補貼 正常了 這些就是對 補貼是要補貼的 多少老闆 唉 真是 不要跟我說很少 如果是很少的話 你會衰硬的 最低限度要跟 拜登的削減通脹法案 一樣 相約 相約 根據這個草案 歐盟目前 輕能的消耗量大概800萬噸 但是多數是用天然氣製成 又稱為藍氫氣 無助於減低碳排放 所以希望透過歐洲氫氣銀行 擴大融資並且協助 他們有一個媒介 因為擴大融資起碼有一個平台 使得 可載生能源 當然可載生能源製造的氫 是要多些 因為用天然氣製造 他們覺得是沒辦法降低碳 始終是好的氫能 好的始終是天然氣 有碳 所以希望利用可載生能源製造氫能 所以 就不是 男氫 是叫陸氫 希望陸氫氣 可以達到2000萬噸的目標 另外 正零產業法 的草案 和委員會 報告一齊就有一份 還有 關鍵原料法案 其實就是歐盟 綠色 新政 產業計劃的 兩個 他們說得很大叫旗艦式的法案 但是拜登的涉港通脹法案 其實很多西媒都說是旗艦一樣的法案 旗艦法案有這麼大 拜登的真的會扔出很多錢 3千億 3千7百億 歐盟要再看看 不可以太少 這些 其實他們就說有經過 細心計劃的龐大的一個計劃書 當然 這個歐盟委員會在記者上 記者會上也多次說 他們肯定要 因為擔心美國不高興 他們找個平衡堆罵中國 中國多年來 一早已經是透過政府補貼 經過補貼才可以 打造低成本有競爭力的太陽能板 和電池等等的綠色產業 因為他們是隱性補貼人說這些 怎樣才可以 扭轉局勢呢 但是這個歐盟委員會 就說在通脹之下 看到 他說很失望 就說看到很多歐洲家庭 都是安裝來自 中國的太陽能板 因為 價格是比較便宜 頂你 你知道就好了 他的意思是 你不可以安裝這麼便宜 別人性價比高 就說 但是這樣不對 你不對普世價值就頂你了 明白嗎 普世價值就是便宜 其實你自己也說了這句話 說他們便宜 便宜 漂亮就是普世價值 是嗎 我們不想 看到 大家還 這麼快的速度 在 安裝這個中國太陽能板 所以歐盟委員會就希望可再生能源 的轉型要加速 不可以再依賴單一國家 我們不可以再依賴中國的太陽能板 其實之前德國的太陽能板都相當地好 但是很久之前了當然 所以需要 提升自己的產能 更加投入多些資源 我們一定要向前看 別人的企業也向前看 向錢看 不補貼就不用說那麼多 好 今節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